还记得广源小熊吗? 去年因误闯台东县海端乡广源村获救的小台湾黑熊 在受医与保育员的照顾下,今年5月成功野放 而照顾小熊的那群人,创立了东台湾首间野生动物救伤中心 我们当初会,后来会选在台东池上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它刚好就是在,算是东部的中间 在这个位置的话,它有很大的机会就可以直接让运送的时间 就是动物受伤后运送的时间,缩一半 过去全台只有三间野生动物的救伤中心 全部都在西半部,东部一间都没有 花冬虽频传野生动物受伤案件,但却只有全貌医院 台湾也了解到我们有这样子的计划还有这样的理念 他也很支持我们,所以就问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兴趣来他们这边做这样子的医院 总归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照顾了大概20几只动物 那成功也放一只,然后两只准备带野放这样子 但是救援工作除了过于繁琐 而且经费来源也是一大问题 廖朝胜说,为野生动物募款相当不容易 整个医院的营运下来的话 人力是非常大的经费的花费嘛 再来就是动物的食物 动物的食物,其实像我们现在有10只的猪猿动物 那水果啊,肉瓶啊,甚至是老鼠啊,小鸡啊 这些都需要花钱去购买 那再来就是医疗耗材嘛 每只送进来的动物都是受伤的动物或是有状况的动物 所以医疗耗材的花费也是非常的昂贵 除了经费来源,需要劳心劳力 为了动台湾的野生动物们 他们也不敢喊累 一人身兼素质 只为了让民众知道 野生动物医院执行救伤保护的重要 我们想要推广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是Wild One嘛 然后那个One其实就是一体的意思 我们相信说这个 我们人类跟环境应该是要是一体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野生动物救伤的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 来当成一个人类跟野生动物的桥梁 让更多人知道保育 应该说以救伤来讲算是第一步 但是我们其实不只是想要做救伤 我们还想要做的更多 包括像他们的教育或是学术研究 而目前野湾才刚刚起步 但野生动物的救援、人力、设备 也还没完全到位 他们说 就是因为我们刚成立不久 然后我个人在野动的经验 可能没有那么多年 对 就是资历还没有很深 所以我觉得 就是如果有 怎么讲 更多 更多就是 对这方面更有 尊严的人来加入 当然是很有帮助这样子 当然除了号召有志之士 野湾也告诉民众 如果你想帮忙 遭遇状况的野生动物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 除了可以通报相关单位 包括像打1999的市民专线 或者是联系我们野湾之外 还可以做现场的拍照和录影 那记得要在不影响到动物的情况下 进行这样的过程 那记录完之后就可以传给到 譬如说可以联系我们野湾 通知我们的粉丝团 把照片和影片传给我们 那如果说真的 处于不得不处于状态的话 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 包括是 如果有防摇手套 这种东西 或者是电焊手套 至少可以避免你被抓伤 或是被咬伤 突发中心台东报道